蔡英文時代權勤一時的大二哥 鄭文燦11號晚間遭授押禁見 球車載著他從桃園地月 或速開網看守所 仔細看球車車號711 竟跟當天日期7月11號不謀而合 但這神奇巧合 鄭文燦恐怕高興不起來 今天的晚餐是這個 晚餐四菜一湯有空心菜有雞翅 網友調侃是要蔡前總統也差 吃南非嗎 不過鄭文燦沒吃晚餐 第一頓早餐吃的是麥茶黑糖饅頭 看守所編號一度傳出是 2350後來又傳出蓋號成了2380 媒體人更揭秘 鄭文燦進入看守所 要度過四個男偶關卡 首先就是要脫光光檢查身體 得彎腰確認屁屁 又沒有夾藏微禁品 再來入房後也毫無隱私 連上廁所都會被管理員 看得一清二楚 另外炎炎夏日沒有冷氣 加上禁見設防 連放風都只能在走廊散步 四大難過點 恐怕會讓鄭文燦真的很難過 當然鄭文燦超大咖律師團也沒閒著 12號一走就前往申請律見 曾經擔任桃園地院刑事與民事庭法官的資深律師 陳永來 前一天收押當晚也是有他遞交抗告書狀 除了他之外鄭文燦委任的另外兩名律師 分別還有當過立院助理 新人趙豐金 董事政界法界資源豐富的鄭義弘 以及曾受前法務部長邱泰三委任 提告名罪的尤其俊 三大律師成功解套前兩次接阿婷 幫鄭文燦獲得交保 想不到第三次攻防 PK曾經成省國民法庭案件 有人權法官支撐的騰骨法官圖偉俊 三大律師慘遭輩 恐怕會讓鄭文燦對看守所的日子 這輩子都印象深刻 記者劉志淡 黃明鈞 黃玉蘭 通緣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請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